心随意转 触景深情 对我来说 每一次的旅行 最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和看风景的心情 背着背包的路上 曾经找不到方向 也曾遇见真实的自己 所有磕在骨头上的感动 和落在心头上的回忆 都将成为我再出发的动力 你们柠檬都挤了啊 我还没挤 那我还挤一个柠檬 哎呦 好棒 怎么样味道 我觉得还蛮鲜嫩的 历史堆叠的味道 哎呦 嗯 然后有散发一组古文明的味道 嗯 我很好奇它那个船 大概多久会走 嗯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简单的便利 嗯 看它都很可差 对 只要一个起身两天 上一天五个起身 就刚刚被你走 哈哈哈哈 你这样讲好像也对吧 对哦 这里是哪里呢 这叫戈背克利巨石镇 我还是觉得 这可能很像是一个室内空间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越看越不明白 但越看越有趣 有趣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啊 而且呢 这些猫就是很像就融入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 对我来说啊 其实猫 它就很像是童话般的存在 背面呢 是靠着山 山上还有老城堡 另外一面 哇哦天哪 一望无际的 美索不达米亚园 其实呢从以前啊 对两河流域啊 就非常的憧憬 那我们今天要前往的是 又发拉底河 造访的城市呢 是哈尔废地 不过呢 导航导到一半 你发觉它整个导航系统乱掉了 可能这边的网路系统 并不是这么好 但是呢 我们途经一个村庄 我觉得它非常的田井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牛 还有马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村庄 散步了一下 然后觉得独栋独户的 而且每户人家有自己的庭院 然后种了许多的果树 我蛮喜欢这边的氛围 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 每当我到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心情放松 或让我有这种舒适感觉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就会浮现啊 对于未来退休生活的一个蓝图 可能是在某一个山上 或者是某个海边 某个小镇 某个小岛 甚至在湖中央 这回啊 我们来到的是胡耳其东部 某一个村庄 为什么说是某一个 因为刚刚其实在来的路上啊 我们导航坏掉了 所以实际的位置我也搞不清楚 甚至这里叫什么 我们也不太清楚 观众朋友或许透过画面 也可以感受到 这个村庄非常的朴实 它没有特别漂亮 或者是醒目的一个风景 但是呢 来到这却让我同样浮现 这个退休生活的蓝图 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或许是这种田径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我现在没有任何 想要退休的念头 只是会习惯性地 想象一下退休的生活 你们柠檬都挤了啊 我还没挤 那我还挤个柠檬 哎呦好棒 增加风味 观众朋友或许看到这个画面 会觉得好像摇摇晃晃的 并不是我们摄影师拍的不稳 而是呢 我们其实是在这水上用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受 让我想到小时候在摇篮里面那种感觉 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我们非常兴奋的 而且很难得喔 居然我们几个人啊 大家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点的都是鱼 为什么呢 开玩笑 我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 在诱发拉底河 长大的鱼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 对 对啊 那你刚刚已经吃了 什么样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鲜嫩的 历史堆叠的味道 哎呦 然后有赛百祖古文明的味道 真的假的啊 对 是啊 吃吃看 其实我可以理解啊 正导它的一个想的一个方向 我们常常说两河流域文明 那这两河流域最主要就是 又发拉底河跟 底格里斯河 对这两河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上游的部分 对 然后在下游的时候 它就会再遇到那个底格里斯河 变成两河流域 然后变成阿博河 流到波斯湾 是 其实你想的方向非常正确 我要跟你多学习 没没没 是是是 太会讲了 我的妈呀 哈哈 我刚吃的那一口 也不断地在咀嚼 在想说古文明到底是什么味道 那就是历史堆叠的味道 是没错 没错 其实我觉得它烤的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它的这个外皮 它是非常的酥 酥脆 然后它烤的非常的香 重点是它里面水分 还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真的 完全没有草头味 也没有腥味 所以表示说这个水质是非常的好 我们刚刚其实往下看 里面真的鱼群很多 有大有小 好 对啊 所以这应该是刚刚掉上来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是啊 非常棒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行程也很精彩 我非常期待 就是我们待会要搭船 对来游这个 油巴拉底河 对那至于我们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我们待会上船之后再跟观众们有来分享 好我们趁鱼还没冷掉 赶快吃 你也吃太快了吧你 是啊 哇 哇这真的好鲜嫩哦 很嫩 嗯 嗯 太棒了 我们终于上船了 我们现在就航行在 诱发拉底河上 那刚刚一上船呢 气氛啊 马上变得非常的活络 最主要就是啊 这船家 他放起了这个音乐 相信观众朋友透过画面呢 听到这个声音啊 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活泼的气氛 然后呢 其实啊 你就发觉一艘船啊 其实坐了不少人 那每个人上来 就找到一个自己啊 适合喜欢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就慢慢的欣赏风景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适合全家一起来 也适合情侣之间啊 来这边约约会 当然 也适合像我们这一群大男生 然后跑来这边旅行 感受一下这古文明的氛围 那其实上船之后 沿途可以看到 石壁上面有很多血居的遗迹 哇 真的是太舒服了 尤其呢 其他船速呢 并不算太慢 有一定的速度 那 河风徐徐的 畅快啊 真是畅快 我们已经很好 遇到了好天气 又发拉底河 哇 初次见到他 让我内心非常的震撼 如果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我会用浩浩荡荡 它的河水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干净 为什么用干净来形容它 我们见识过许多水质 非常干净的河流 同样是水清澈见底 同样是里头有许多的鱼在里面游 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部分是 我们发觉它来往的船只 是非常的平凡 而且这并不是无人区 有许多居民在这里生活 重点是 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看到半点垃圾 这一点我觉得它 非常的厉害 我们刚搭了这个船 然后呢 靠上了岸 那这个地方 并不是我们上船的地方 这是一个老村庄 这个村庄叫萨法上 萨法上村呢 其实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它有三分之一的村落 都在水里头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盖了这个水坝 水位上涨 那最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这旁边 这已经是位为奇观了 这是一个换拜楼 它下方是一个清真寺 那只是因为水位上涨 把整个清真寺都给淹没了 它的换拜楼呢 也只剩下半截 来到这个岸上呢 很多人一上岸 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坐下来 喝杯土耳其红茶 所以我们也选择 在这边喝杯红茶 待会上船 好 继续游合 我很好奇 他那个船大概 多久会走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简单 那边也发生 看他在喝个茶 对 只要一个起身 两天上一席 五个起身 你这样讲话也对 对 是 但至少我们还有一杯 红茶的时间 最少 有点可惜啊 因为刚刚也想说 我们等一下上去走一走 对 这个老村落啊 其实蛮有味道的 但不知道船什么时候开 对 怕人在上面 船跑 对 他们就得再打下一班 对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船是大交流 好 OK 上船喽 上船喽 事实证明呢 我跟正导想太多了 其实这里的游船呢 他们啊 就像是接驳船的概念 他没有固定的航班 只要船的人数到达一定的数量 他就会直接开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回去的话呢 你就挑一艘 这人数啊 还没有满的船 直接上船 你就会回到 刚刚上船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乐乌尔法 那这座城市呢 非常特别哦 我们刚刚呢 一路是用赶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时间呢 是晚上七点多 我们要赶上晚上 它有一场非常隆重的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呢 叫色拉之夜 那我们关于这个活动啊 它的内容 以及它的历史 我们待会再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走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这是一个用餐环境 同时它也是一个看表演的环境 可以看到呢 这个宾客们一一入座 那另外它前面的乐师呢 也正在调音做准备 想必待会活动肯定非常的热闹 跟着有一块期待哦 上了乌尔法呢 它的Cereal Night 我们直接音音过来 叫色拉之夜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 而且古老的一个活动 一般来说呢 会以社区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圈为单位 每一周呢 他们固定会聚会一次 聚在一块讨论 比如说像是一些生活的经验 那当然也有可能讨论像是历史啊 文学礼仪方面 不过今日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色拉之夜 是完全客制化 演变成歌舞升平的派对 随着音乐的节奏啊 身穿红色上衣的大厨 奋力的搓着盆中暗红色的坨状物 这一坨东西呢 它并不是面团 而是生牛肉 而这生搓牛肉团啊 它是当地的美食 除此之外呢 主办单位 他也准备了许多的晚餐 我们可以透过画面 看到在场的人 他们是边吃着晚餐 然后呢 边聊天 边跟着音乐啊 来摇摆 这一切呢 只是开始 对我来说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大鼓声音响起呢 刚刚用完菜的客人们啊 哇 这情绪啊 感觉上都整个亢奋了起来 很有默契的在场中央 围起了圈圈 手拉着手 重点是呢 每个人啊 踩的是相同的五步 随着音乐啊 不断的转圈 感觉有点像是啊 台湾的土风舞 这转的转的转了几圈之后 你会发觉 这音乐节奏慢慢的加强 原本这圆圈形的这队形啊 整个被打散 紧接着进入狂欢的模式 要跟一群陌生的人玩在一块 甚至呢 完全的放飞距我 对我来说 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所以呢 稍微体验了一下这场活动之后呢 我也默默退到角落去观察 其实我发觉了几件有趣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是这样子的 我发现土耳其人真的很厉害 他不需要酒精的催化 就可以达到这种歌舞生平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想在台湾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为什么知道现场没有人喝酒呢 虽然相较于其他信奉伊斯兰的国家 土耳其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 但是他们非常的遵守他们的戒律 尤其是在一般的场合 像是派对或者是在聚餐的时候 但如果你要喝酒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买得到酒 你必须去一些特定的一些 有酒牌的专卖店你才买得到 第二件事我觉得有趣的是这样 虽然号称是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活动 但是感觉现场只有我们这四个人是游客 来到这的所有人 他们对于整个活动的流程 对于他们的音乐曲目 甚至对于他们的舞步都非常熟悉 这一点我也觉得是非常有趣 历经两个小时的狂风暴雨 这色拉之夜终于结束了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被这鼓声无情的轰炸 当然我觉得也是有收获 就是收获了两名小粉丝 哪两名就是刚刚我们在跳舞过程当中 牵着我的小女孩 那当然有收获也有遗憾 我的遗憾就是 不知道谁把我的生搓牛肉丸给吃掉了 在此也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次来到土耳其 我也意外的发现 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他们的社群平台 他们用的不是脸书 他们很流行用IG 而且通讯软体 他们用的也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比较常在用的就是WhatsApp 昨天晚上我们就来到了上勒乌尔法 然后历经了色拉之夜 不仅仅这个画面历历在目 包括昨天回到饭店 这耳朵里面还是嗡嗡作响 好像这还回荡着这个音乐 还有这个舞蹈的这种声音 确实非常热闹 我觉得经历一个非常开心的夜晚 虽然带一点点尴尬 因为我确实不太会跳舞 那今天当然我们好好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这座城市 上勒乌尔法 它被称为是先知之城 最主要就是亚伯拉罕 但它据说是在这当地诞生 而且在这座城市生活好一阵子 在我眼前就是这城堡的一个样貌 在这城堡的周边算是它的精华地 包括有很多圣地也是在这里 那它的城堡同样是位在一个聚高点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整个上勒乌尔法的城区 看得非常的仔细 而且你可以观察到靠近城堡的部分 是老城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传统的建筑 包括最大的清真寺 就在我的正前方 那另外呢 在背后就是新城区 它同样有很多高楼大厦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对到先知之城呢 当然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位先知 那这位先知 他名字叫亚伯拉罕 说到亚伯拉罕这号人物呢 他带有来头 关于他的故事呢 其实啊 我们跟观众朋友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说他带有来头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被誉为先知 而且他是三教先知 他是犹太教 西都教以及伊斯兰的先知 另外一个大有来头的地方呢 就是他是犹太人 跟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 据说当时呢 阿拉也就是上帝 赐给他应许之地 让他在这块土地上呢 繁衍他的后代 赐福他多子多孙 而他确实 繁衍了很多的后代 那其中一个儿子呢 他是犹太人的祖先 另外儿子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因此呢 亚伯拉罕就被这两个民族 奉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这次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知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Arch踊 老ū 阿拉伯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来到了圣渝池 圣渝池其实对伊斯兰来说 他是一个朝圣的神地 关于圣渝池当然他背后有一段故事 据说当时有位国王 这个国王他有一个侍卫就爱上皇后 只有两个人私定终身 甚至皇后他还怀了孕 那怀孕了怎么办呢 如果被国王发现的话那不得了 于是他就偷偷跑到山里面的一个山洞 要来生小孩 结果这个孩子生了之后 他也没办法天天来喂捕他 就没想到有很多 比如说像羊啊像是鹿啊 就会自己跑到山洞里面 来喂这个小孩 而这个小孩呢也很神奇 在他15个月大的时候呢 已经长了像是15岁一样 而且长得非常的俊美 而这个小男孩呢 其实他就是亚伯拉罕 那国王最后还是知道了 于是非常的生气啊 他就放火要烧这个洞穴 也要把亚伯拉罕给烧死 而当时呢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 他就说火啊火啊 请你不要伤害亚伯拉罕 于是呢这个火变成了石水 这木材呢全部都变成了鲤鱼 这亚伯拉罕呢他就逃过了一劫 有人说啊这圣鱼池里面的鱼呢 是最幸福的 因为呢他非常的神圣 不可以捕捞也不可以吃 如果不小心吃到它 他就眼睛会瞎掉 关于圣鱼池的故事呢 其实有两个版本 那至于其中的版本 我们刚刚一起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另外一个版本呢 跟着城堡上方两个大柱子 是有关系的 虽然这个版本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呢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呢决定还是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当时啊有个巫师 他就找上了那个独裁者的国王 并且呢跟他预言了说在今年生的小孩子当中 有一个他未来会违及他的影响力 国王听了哇那还得料 于是呢他下令啊把这一年生的所有的小孩全部杀掉 但是呢独漏了一个孩子 他就是亚伯拉罕 果然呢这亚伯拉罕长大了之后 格外的叛逆 对这个国王啊做了许多啊 大逆不道的事 国王非常生气把他给抓了起来 而且决心要处死他 而且想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处死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城堡上面两个大柱子 我们可以想象 他是弹弓的两个支架 在这剩余池的这个位置 他设置了一个火场 点起了熊熊的烈火 他就是要把他从两个柱子当中弹射下去 投射在这个火场里面 把他活活的烧死 那跟第一个版本的这个结果很像 这个火呢变成了水 这个柴变成了鱼 因此呢亚伯拉罕逃过了一劫 放眼望去看看这片土地 其实内心有点感慨 这趟来到土耳其 然后一路走到了土耳其东南部 我觉得自己确实开了眼界 过去就很向往 可以去接近这又发拉底河 这一次总算让我们遇到了 那说到又发拉底河 跟狄格里斯格 他们共同孕育出 没所不达米亚平原 而这个平原呢在过去 被称为是肥沃新月 有人说这里是人类古文明的起源地 一开始呢 说出这样的论调 或许许多人还不相信 但是呢陆陆续续经过考古 以及再发现 再再都证明 它的年代是最久远的 那今天呢来到这里 最主要我们要来看一个 考古学的奇迹 它是在201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是哪里呢 这叫戈贝克利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巨石镇 我们一块去瞧一瞧啰 刚一走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的地带呢 就是他们考古的现场 那也蛮贴心的 他们做了一整个棚 最主要就是要防下雨或者是防风 另外这一面呢 它也有选择弄了一些帆布 最主要或许也是挡风或者是挡阳光 而且呢这旁边这还可以控制 它随时都可以开合 这范围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这个地图 它这个区域是B区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地区有分为ABCDEF 哇很多区耶 对 那它圈起来就代表 我们现在是在B区 然后B区代表很多有动物啊 图腾啊 收到戈贝克利巨石镇呢 它年代非常久远 据说过去是由牧羊人发现 在1960的时候 曾经有考古学家来到这边探勘 但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发现 一直到了1994年 由德国的考古学家 他们再一次重新开启 这探勘考古的活动 意外发现了非常惊人的一面 它的年代竟然比英国的巨石镇 还有埃及的金字塔 还有早上七千年的历史 就有人推断说 它至少有超过一万两千年的历史 这完全颠覆了过去对人类已知的一些想像 两个很大的梯字 一个大梯代表一个人 大概五六米高 两个梯代表两个人 然后旁边有一群小梯 就代表一群人为了开会的会议 是 我反倒是觉得说这个石柱 有点像是房子的那个梁柱 对或许上面会铺了一个就是屋顶的部分 然后有很多的小石头 你会发觉都是在这个外围 这中间反倒是什么都没有 都空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可能很像是一个室内空间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越看越不明白 但越看越有趣 然后当你看了很多 你就试图要把它全部拼凑在一块 但是也还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 我这是看这个古文明最有趣的部分 刚进去看了一圈 哇天哪非常的惊艳 那有人就说这是人类史上 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宗教聚集的地方 那有人说或许它是神庙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石头上 都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雕刻 那多半的雕刻都是跟动物有关 比如说像有野猪 还有狐狸 还有鸭子等等 那这也说明了什么 其实很多人过去我们常在说 其实人类进到这个畜牧的阶段 已经是非常后期 但是这巨石症 它是在一万两千年那个时候 所以似乎也间接代表着 在当时已经有畜牧这样的行为产生 那在这一代根据卫星的探勘 大概有20座这样规模的巨石症 只不过现在都还没有开挖 甚至还有人说 这不太敢再去动它 为什么 因为它到时发掘出来这个真相 会完全颠覆我们过去 对历史既定的印象 另外很多人觉得很无解的部分 就是在于 其实他们看看这周遭 并没有去找到任何相关的 这么巨大的岩石存在 那他们就说了 那当时里面用的这些巨石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看下来 那我还蛮希望说 未来有机会 就是过去卫星曾经探勘的20个 全部一个一个可以开挖出来 对也希望 对或许就是会来佐证很多 我们目前还看不明白的东西 未知的东西 对 在参观戈备克利时政时 我脑袋里突然窜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是这时政拥有者 或者是对这时政拥有绝对的权利 那么我肯定会召集全世界最一流的 考古团队 将所有的谜团全部解开 因为我想知道 当人类对于他所认知的远古文明被颠覆后 或者是发现外星人曾介入或者主导过 人类文明发展时 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早 现在是早上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间 今天我们表定时间大概是七点半出发 要开始一整天拍摄行程 但是通常在出发之前 大家都各做各的事情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我们昨天晚上来到了马尔丁 它是一座山城 我只记得昨天晚上摸黑爬了一些坡道 早上走出阳台一看 天啊太美了 在我眼前就是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我们看一下 来 在我的这个正前方 我们住的地方虽然看得到 但绝对不是最佳景观 那在这一两天 我们还是会带观众朋友去看看 最棒的景致 保证呢 也会让大家跟我一样 是非常惊艳的 我们先说说呢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 入住的民宿 其实呢在马尔丁呢 这一带的小镇有很多这样的石头屋 好 然后里面的格局呢 也非常的特别 好 这是玉哥 探出头来 从楼梯上来 好 我们到二楼的空间 那这是一个门 但它是大门吗 喂 你打开 它竟然是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呢 我们是给正导 休息 正导很辛苦 这个晚上还要过档 检查一下画面 它的床 非常整齐 正导有一个好习惯 其实跟我们一样 就是每天他都一定要洗衣服 然后呢 有时候他会把家里 不要的衣服都带出来 为什么 他说他每天穿一穿 每天丢一件 每天穿一穿 每天丢一件 然后呢 心理箱就可以摆满 战利品跟伴手礼 好 进到第二个空间 这空间其实蛮妙的 好 来看看 这是毛岛 好 这是毛岛睡的床 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睡的床 好 昨天就睡在这条床上 好 这个是沙发啦 其实 然后呢 看看 哇 这个屋主堆满了棉被 大概晚上怕这个 入住的这些客人会冷 所以放了很多的棉被 撇除这些问乱的东西 这个空间是蛮有趣的 很像住在这个山洞里面 我们现在到楼下去了 这是我们昨天摄影师 郁哥睡的沙发 这是哈山 一二床 哈山的床很大 我们知道开车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想说让他睡舒适一点 那这民宿呢 当然我觉得还不错 外观看起来 住起来感觉也不错啦 那只可惜因为我们人多 他只有两间房 那只有两张床 所以有三个人是睡沙发的 但大致上都还算蛮舒服的 尤其我很喜欢马尔丁这里的天气 它是较为凉爽 因为海拔较高 舒服 确实舒服 加油 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来到土耳其呢 每天早上醒来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期待他的早餐 然后他的早餐呢也没让我们失望 总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是早上七点半左右的时间出发 你会发觉他的店开的比较晚 好在民宿老板他有推荐说 当地有一家早餐店很特别 他觉得非常的好吃 确实我们一走进来发现 这家卖的早餐啦 不太一样 一早上就吃肉 这是重口味的 那他的餐店很简单 两种 第一个叫做羊肉汤 另外一种就是牛肉汤 那我点了牛肉汤尝尝看 那他基本配备呢 就是除了他主要的主菜之外呢 当然他配上他们的主食 就是这个馕 另外呢 他也会切了一些洋葱柠檬 那柠檬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加在这汤里面的 但是呢我先喝一口汤好了 来尝尝看 哇 哇牛味十足啊 不过呢 他味道有一点点偏咸 所以我觉得加一点柠檬是对的 我们加一点点 看起来很舒服 感觉汤又变多了 多了柠檬汁 我来喝喝看 好多了 他味道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去吃这个 越南的牛肉和粉 然后这个牛肉汤 加一点这个柠檬的感觉 我觉得这非常对味 那另外当然他也可以再加一点洋葱 增加他的甜感 我觉得都不错 好 那我们尝尝看的肉好了 肉质还不错 还蛮甜的 哇还不错 然后虽然他滚的 感觉出他滚的比较久 那当然我觉得他的 牛肉是那种比较偏一点点硬 但是你咀嚼久了之后呢 那反而可以有更多的甜感释放出来 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的 那其实像一个sade多少钱呢 150厘拉 基本上如果在台湾看 我们是觉得说还不断贵 但是在当地来说 由于马尔丁呢 他是观光大臣 我应该说是一个观光小镇 所以相对来说 他的物价会偏高一点点 不过这价格是合理的 重点是 很好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吃飽了饭 我觉得还是要运动一下 马尔丁是一座山城 所以有很多的阶梯 第一个点 我们要去马尔丁 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一道建筑 那这建筑是什么呢 是一个神学书院 叫新居立爷神学书院 我已经看到它了 就在这边 走 漂亮 这个景观真的好漂亮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 新居立爷神学书院 那说到这个书院 非常了不起 它被誉为是14世纪 最美的建筑之一 那是在1385年的时候 由苏丹以赛他下令建造 有趣的是 当初建造这个书院的人 他也曾经因为去打仗 结果在这战争里面 他打输了 打了败仗 所以他入狱服刑 当然后来他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壮举 很多人进到这个书院 第一个呢 当然他们会来这边 朗诵可兰经 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会学习一些 关于伊斯兰的一些相关知识 甚至有资料记载 他们过去也曾经 在书院里头研究天文学 总之呢 进到书院里面 就是汲取心知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一种 文青的气息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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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 我的天啊 我们上到这个神学院 它的屋顶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当时他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非常讲究什么呢 讲究对称 它有两个穹顶 然后呢 庭院下面的这个拱门拱廊 其实它都是对称的 那上当上面呢 你会发觉 奇怪 这个神学院呢 为什么它建筑这个食材啊 它有一点点会反光 跟四周其他建筑不太一样 最主要就是啊 当初他在建造的时候 食材 是远从Kabadokia那边 运送过来的 另外呢 来到这书院啊 要看的东西啊 除了它非常经典的一些建筑的 一些特色之外 背面呢 是靠着山 山上还有老城堡 另外一面 哇哦 天啊 一望无际的 美索古达米亚平原 在新距离研伊斯兰书院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而且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们都在书院的顶楼 从那里了看整个 美索古达米亚平原 哇那真的是一种享受 或许看过去呢 你会发觉 它就是辽阔 它甚至没有什么高低的起伏 有那么一点点单调 但就是这种 看不到镜头的单调 以及辽阔 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爽 就是一种享受 哇哦 所以我发觉马尔丁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处处是惊喜 每个转角都有给我 不一样的感觉 你会发觉呢 它所呈现的东西啊 很不一样 哈啰 我们可以看到呢 虽然它是一些很像 这古老的石头房 但是呢 它加了一些元素在里头 稍稍点缀 你宛若置身在什么地方呢 童话世界 那这个地方非常受到欢迎 你看来来玩玩 有许多人 好都忍不住在这边拍照 诶 那边有猫诶 哇哦 喵喵 咪咪咪 好可爱哦 这本猫真的太可爱 而且它们都很亲人 最主要就是因为 当地人对它们非常友善 所以或许它们从以前 就把人类当作是好朋友 亲近 怎么样摸它都没有关系 啊 这这这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啊 而且呢 这些猫就是很像 就融入在这个 童话世界里面 对我来说啊 其实猫 它就很像是童话般的存在 一看到它 我就觉得天哪 会受不了 那我刚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这两幅啊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 那当然不外乎 都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要爱护动物 其中有一篇啊 我觉得它的文字叙述 非常的有趣 它说如果呢 生命只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话 那倫雅方舟上面 这些动物呢 都在做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人跟动物 它们是同等重要的 那另外上面还有写着 它说拯救呢 一只小动物 它的功德呢 其实比盖一个清真寺 还要来得多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再再都证明 土耳其人真的很爱动物 我觉得值得学习 我很喜欢这家店的味道 充满了草本的香气 当然如同你们所看到的 这是一间肥皂店 那马尔丁呢 这小镇很有趣啊 它一项特产呢 就是肥皂 因为呢 它环境很好 所以它用了很多 当地产的一些植物 很多人啊 来到这边啊 他打趣的时候啊 有一些老板会告诉你说 他们东西纯天然 甚至啊还可以吃 但是我们刚刚稍微 问了一下老板 老板说 不建议这么做 他就说那是开玩笑的 透过画面 相信观众朋友呢 应该会发现啊 这里摆放的这些肥皂 哇 可以说是五颜六色 颜色不同 当然 它使用的方式也不一样 有的呢 它是可以拿来洗脸 有的 它可以拿来洗头 甚至有的呢 它说啊 它可以来洗着黑眼圈 有的是可以洗着香港脚 洗的地方不一样 当然 它的成分也不尽相同 重点是它的价格 也有所差别 关于肥皂的起源 有考古根据的说法 应该是在西元前 2800年的巴比伦王国 那我们说到巴比伦王国呢 它过去就位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而当时呢 考古学家 他们在巴比伦王国的遗迹当中呢 找到了一段名文 名文上面就记载着 用油脂跟灰烬融合 并且一起加热煮沸 一般相信这就是肥皂最早制作的方式 这趟土耳其的行程呢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在马尔丁可以说是画下完美的句点 下一站我们印尼见 现在呢来到的是印尼亚加达 印尼呢 它的信仰啊 90%以上都是穆斯林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老码头 刚刚呢 我们车子这样开过来的时候啊 从上面看不出这是一个港口 它最特别的部分 它是一个天然港 它并不是一个人造港 上到地方 诶 豁然开朗 这个比较特别是 它还跑过 上面零上就是什么叫 那个是花生酱 嗯 我觉得花生味好香哦 对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 花生跟鲍肉 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搭 大哥 我看到这个很特别 哦 这个是爪哇传统的那个草药 用杯子到处卖的 我喜欢 还有酸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桥呢非常有趣 它是一座木桥 它将近400年的历史 最特别的部分是在于啊 利用杠杆系统 它是可以上下开合的 请不吝点赞 Gab